今天村里的厕所开业 南村河北村的老大火速赶来 争夺所长之位 大家都想第一个上 都想吃口新鲜的 眼看就要打起来 还好村长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场战争 作为村长 我先来没毛病吧 可这时厕所里钻出了一条狗 这下把村长的头彩给抢没了 现在厕所脏了 谁来打扫呢 大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扫厕所这活不能干 这时有人提议叫小帅来 小帅是村里的理发师 因为脾气好 常被村里人欺负 村民每次理发都不给他钱 遇到好心人 也只是给他一些白粥当做报酬 临走前还要帮人家把碗刷干净 即便这样 他从未有过怨言 这天小帅听说村长要找他 他立马收拾好理发工具 可刚上车 没办法 小帅只好和弟弟跟在车后面跑 很快他们来到现场 小帅拿起剪刀就要给村长理发 可他没想到村长不是让他来理发的 而是让他来扫厕所 这也太欺负人了 但小帅还是照做了 清理完厕所后 村长刚进去 南北村的老大 又因为谁当厕所所长的事 吵了起来 吵架不过瘾 那就直接开干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不一会儿 一位村民就发现了不对 撞开门一看 村长在厕所里晕倒了 大家赶紧把村长送往医院 因为没有分出胜负 两帮人干脆把厕所拆了 这个所长谁也别想当 医院里村长正躺在病床上 镇上的开发商找到他 他们想在村里建工厂 只要村长同意 立马给村里捐款5000万 可村长年事已高 不能再为村里办事 他立即决定 在南北村两个老大之间 选举下一任村长 于是两个人开始疯狂拉票 南村游街宣传 北村上门给村民送钱 没想到两人一顿操作下来 选举的票数竟然持平 都是430票 这时两个老大同时想到 还有一个人没有投票 那就是小帅 在印度有一种人不能坐车 如果坐上车就会被司机扇巴掌 同时司机还会问候他祖宗十八代 用词之粗笔 非常震撼人心 他们只能跟在车后面跑 小帅是一名理发师 作为村里唯一公认的建民 他经常被人欺负 村民理发从不给他钱 遇到好心人 也只是给一些白粥当作报酬 给村民们刷碗 扫厕所 是他的副业 就连小孩子都欺负他 骂他是个大冤种 即便如此 他还是满脸不在乎 直到这天 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正在选举村长 丧彪和强仔的选票刚好持平 而小帅的这一票 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讨好小帅 南村的丧彪开来车子 以前做都不让他做 现在给小帅当梯子 就算踩坏车顶都不心疼 这是要干啥 小帅一脸懵 他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手里有张选票 而这张选票 可以直接决定丧彪和强仔 谁能当下一任村长 但聪明的小帅 并不知道什么是村长 强仔也不废话 直接问他你想要什么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小帅竟无言以对 很快丧彪就给小帅 送来一面镜子 强仔也不甘示弱 立马送来一把高级转椅 两人问他把票投给谁 但小帅却表示 丧彪说 没事 帅哥您慢慢想 离选举还有一个月 瞬间 小帅从人人欺负的建民 变成了村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名表衣服应有尽有 每天还有各种美食伺候 很快小帅就掌握了财富密码 只要坚持不做决定 他就能一直享受这种待遇 直到这天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内卷越来越严重 丧彪直接给小帅 盖了一间新理发店 紧接着 强仔就给小帅 送来一套高端的理发设备 两人越是这样 小帅就越兴奋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双方开始抢人 没想到事情闹到了镇上 镇长得知后 给出了一个建议 直接拍卖小帅的选票 当晚 丧彪就吩咐小弟 如果明天强仔拍到小帅的选票 那就直接当场杀掉小帅 小帅做梦也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被拍卖 丧彪立马出价一百万 强仔出价一百五十万 他们买的并不是小帅的人 而是他手里的选票 两个人为了当上村长 可是下了血本 这时 小帅的弟弟告诉他 双方无论是谁输掉 都会杀了你 小帅一听立马慌了 此时两名杀手已经就位 这下完了 BBQ了 不一会儿 两个人竟然把价格拍到了一千万 最终强仔出到一千两百万 拿下选票 丧彪的杀手准备动手 小帅的眼里充满绝望 这时 弟弟突然冲出来 告诉大家 村长死了 村民们立马慌了 赶紧跑到村长家 查看情况 结果却发现 村长压根就没死 原来这一切 都是弟弟为了救小帅 想出的办法 很快 强仔和丧彪找到小帅 给他一顿暴揍 弟弟也被打晕过去 当晚 小帅发现弟弟 一直昏迷不醒 再不去医院 可能就会死掉 他去求丧彪救弟弟一命 可现在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幸好有几位好心的村民 把弟弟送去了医院 这一刻 小帅的心中满是悔恨 要不是因为自己贪婪 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他终于醒悟了 他要用这张选票 为村民做一些贡献 他找到强仔跟他说 只要把村里的厕所重建 票就会投给他 可强仔微微一笑 又给他一顿暴揍 没有人再相信他 接着还把他关进了羊圈 第二天 镇长找到强仔 把他一顿臭骂 让他赶紧放了小帅 强仔表示 这个村长我不当了 不就是五千万投资吗 我不要了 镇长说 开发商要投资三个亿 这下强仔傻眼了 他们赶紧跑回羊圈 显然 小帅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小帅再一次回到巅峰 但这一次 他不再贪婪 在小帅的领导下 村里的厕所开始重建 村民的家里也恢复了供水 学校也给翻新了一遍 就连村里的土路 也修成了油漆路 村里也有了公交车 村民们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选举的日子终于到来 小帅也投出了最重要的一票 出来后 两个人都逼问他 把票投给了谁 小帅没有说话 只是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 随后 丧彪和强仔 就派出杀手盯住小帅 不管是谁落选 小帅是必死无疑 选举现场 强仔听到 丧彪的票数领先于他 他立马拨通电话 让杀手准备干掉小帅 杀手拿出刀 慢慢走向小帅 可这时村长出现 杀手看见后 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赶紧向强仔汇报 强仔表示 村长在场也照杀不误 随后 全村的人都前来保护小帅 大家手里都拿着武器 杀手见状立马怂了 小帅为村里做的事 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这时广播里开始宣布竞选的结果 有一种被阅上去 有一种被阅上去 但是一种被阅上去 一种被阅上去 在赌界人的速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